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今天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花稍稍的錢讓生活過得更精緻的一些小物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就可以進去參加囉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是想要獻給 對於穿著不是那麼要求 就是說我沒有想要最新最流行的衣服 然後我平常又化淡妝 所以我也不需要買那麼多彩妝保養品 那可是我很要求我的生活品質 就是你吧 那所謂的生活品質 可能有一些人會想說 那生活品質不是就是要用錢來對替起來嗎 就比如說 平常就是偶爾都會去吃一些無菜單料理 然後每一刻呢大概就是一萬塊多用 我都是用Dyson的吹風機 對對對新買新新出的那支離子夾 我也有買一萬多塊跟吹風機差不多也還好 沒有沒有其實 我不認為這樣一定就是所謂的高品質的生活 我覺得高品質的生活應該是說 你從你的生活當中 然後你最在意的某一些細節 然後把那一些細節去精緻化提升它 然後讓你自己在使用或者是看到的時候 或者是生活就是生活在這個環境當中的時候 你覺得特別的舒服 特別的自在 或是特別有自己的個性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做高品質的生活 對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錢老實說 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想要跟你們分享 我在生活當中呢 就是我找出了一些我覺得我蠻有要求的一些細節 然後我是用什麼東西去提升它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超貴的 然後你有一個打工 或者是你有一個固定的收入 絕對買得起的東西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那提升生活品質呢 不外乎就是提升五感 就是聽覺、視覺、嗅覺、觸覺跟味覺 但是味覺本身是跟吃東西有關 所以我們今天不討論 就討論這另外四個感覺 那第一個呢 跟你們分享的是視覺的部分 視覺呢 嘿! 蒸汽日動 非常的重要 它可以就是燙所有的衣服 所有的材質喔 再來就是說 它可以讓你的衣服看起來更有質感 然後再加上蒸汽韻斗 有的時候也可以拿一個沙菌去異味 之前有在淘寶買一個地毯 我就覺得可能會不乾淨 但是又不想拿去洗 就在那邊韻韻韻韻好幾次 一直用蒸汽去燻它 讓它你知道裡面的那個菌 對,灑光 然後再來就是說 吃燒烤然後回來之後很臭 但是你又還不想要洗那件衣服的話 你就可以拿蒸汽韻斗 然後就直接韻它 韻久之後那個衣服的氣味就會消散掉 所以我覺得蒸汽韻斗算是一個非常萬用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一台呢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加熱速度很快 大概就是一分鐘以內 我不確定它是三十 就是三十秒到一分鐘左右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台它的蒸汽超級強 超級強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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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強到喔 就是跟我們那種 傳統就是最大台那種蒸汽韻斗的強度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可以去運毛衣 就是那種很厚的材質 或者是那種很硬的材質 例如你有載布 那它的缺點也有 缺點就是第一個長得很醜 因為 你自己看 長得就是你知道很台式的那種 加點 就不好看 不好看 再來第二點 就是它有一點重 因為它的水箱很大顆 你看 然後它的屁股也蠻大 所以它拿的時候 每次都有一種 喔我在練肩膀 喔我在練二頭肌 那有一點重的感覺 大概就是這兩個缺點 但是 因為它實在太好用了 所以這個 其實這兩個缺點 我可以忽略它 第二個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嗅覺 那 我本身呢 不是一個嗅覺超靈敏的人 就是我的意思是 比如說 聞到香水的時候 我不會立刻知道說 喔 這個就是炎藍草的味道 那是琥珀味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甜字檸檬 什麼的 沒有我聞不出這些味道 可是呢 我對臭味真的是 超級靈敏的 就你是頭皮臭 油耗味 還是你是皮脂味 還是手 手汗 手垢 或者是你的腳 有點飄一個臭味起來 腋下的酸臭味有分很多類型 有那種 孜然粉的味道 還是說已經就是 油醋味 就是已經酸到不行的那種 所以我個人是希望我自己 不要散發臭味影響別人 另外就是我也很在意 我的房間會不會有味道 因為其實房間的氣味呢 它影響你所有的東西 尤其是衣服 放進房間 它就會沾染到房間 你去吸房間的味道 然後它就會出去 如果是臭味的話 就會散發去臭別人 這樣子 所以我也希望我房間 就是不要有味道 或是有一點點香味 沒有關係 但是有一點 大家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有羊寵物的人 不管是貓還狗 就是 其實有很多香精 或者是有很多精油罐 它標榜是天然精油 還是什麼精油 就是某一些精油成分 是會讓動物有神經毒的 它聞到 它就會有神經毒 我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會在我的房間 放貨箱 或是放蠟燭 雖然我還是會收集啦 但就是 我會 就是 比如說在廁所 臭臭不會進去的地方 臭臭不會進來 我房間的時候 我可能會點個蠟燭 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要請有羊寵物的人要注意 但是呢 我第一個還是要分享 就是蠟燭 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 想說 有一些人它沒養寵物嘛 所以蠟燭的話 它還是可以點啊 還是可以放貨箱 好所以蠟燭的部分 有一個我超級喜歡的味道 就是 這個 那這個品牌它叫Banford 那它這個呢 是 天空系列 它天空系列有 分四個時段 好像有 早上 然後中午 下午 跟傍晚 還有夜晚還什麼的 那它有 那個 貨箱 也有蠟燭 也有 居家噴霧 我本身是對於睡覺 是有一點點要求的人 所以我會希望我 我聞到這個味道的時候 是讓我覺得放鬆 然後真的放空 因為其實有時候晚上 睡覺前也不一定在放空 也可能在想工作事情 或是什麼人際關係也困擾之類的 但是這個味道就是會讓我想要放空的味道 第二個呢 要分享的還是 就是嗅覺的部分 就是枕頭噴霧 那我為什麼會用枕頭噴霧呢 因為我不能用擴香嘛 然後我也不太能用蠟燭嘛 但是我有時候就是希望我的生活周遭 是有一點點香味的 但是它又不會殘留太久 就是噴枕頭噴霧 就是在我睡覺的時候 周圍至少有一個香味 出國的時候我也會帶枕頭噴霧 因為我本身就習慣這個味道 我也習慣它出現在我的生活當中 所以當我出國 然後去一些陌生的地方 飯店 那我就可以就是用枕頭噴霧去噴我的周遭 那或者是你家裡有那種居家噴霧 其實也可以啦 就是去噴就是飯店什麼的 我覺得都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我特別喜歡枕頭噴霧的原因是 枕頭噴霧很多都會有薰衣草 那我本身 我這個人 是聞到薰衣草之後會特別的放鬆 而且覺得心靈上覺得特別舒緩的啦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呢我現在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很喜歡的也是一個英國香噴品牌 那這個品牌它的枕頭噴霧是富方的 那它這個味道我其實聞起來也覺得 有一點點香草味 就是它不是純粹的薰衣草 還有一點點暖暖的味道 第二個要跟你們分享的枕頭噴霧呢 那今天是這個 它叫做Lazewox 那它這個品牌呢 說是火外的芳療品牌 所以它有出一系列的各種都是 舒緩心情的一些產品 然後都是跟氣味有關的 那也有什麼保養品之類的 那他們家的那個枕頭噴霧具 說是超級有名 測試 然後就是說可以在睡前的時候 真的讓人聞到這個味道會非常放鬆 然後改善睡眠的問題 但是那是他們的那個測試啦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那它這裡面的味道就非常的純粹 就是薰衣草 然後它的枕頭噴霧有兩款 一個就是純粹的標準款枕頭噴霧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V Plus 就是聽說是強效的 但因為我只有用過這個啦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另外一款是怎樣 是非常舒服的跟這個另外一個枕頭噴霧一樣 就是這樣 深吸一口氣都不會刺鼻 也不會讓人家覺得不舒服的感覺 那要分享的呢 也是跟睡覺有關的 對我就是很注重睡眠 雖然我覺得睡覺是有點浪費時間 可是我覺得睡眠真的很重要 因為它會睡得好 我白天工作的時候 特別集中注意力特別專心 也特別有效力 那睡的部分呢 我們來床單非常的重要 這個是私質的床單 那這個床單它其實沒有很貴 因為我單買床單的話 就是差不多一千五到兩千塊台幣左右 對那這個床單呢 我是在淘寶買的 就是這個價格 然後買到一個這麼舒服的私質床單 我覺得非常值得 因為你自己去看 百貨公司床單都四五六七千八九千到破萬的都有 所以我覺得一兩千塊買一個床單 很值得了啦 然後咧 我一開始是先買床單 再去買其他東西的 我不是一整套一次換喔 我也建議如果你是小資助的話 你就可以先從床單或者是背套去下手 然後再慢慢換整套這樣子 而且私質床單非常適合就是愛我睡的人 因為它觸感超滑的 我跟你講連綿唇棉的床單都不會有私質床單這種柔滑的觸感 然後再來就是撕它還會有一些涼感的作用 就是你摸上去它就是一個冰冰涼涼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就是每天就是滑進我的床 然後再噴上我的枕頭噴霧 我整個人就是你知道一枕頭用起來就好像上天堂一樣 英文很快就入睡了 我現在睡眠底子真的是很好 下面一個要分享的呢 還是跟睡覺有關的 沒錯 我很care睡覺 好就是這個 私質的睡衣 那一樣啦就是優點全部都一樣 那只是說睡衣的話呢 如果不愛裸睡就可以穿睡衣啊 然後像我自己的話我出國也是會帶睡衣出去 就因為你知道會有自己的味道 以及呢就是有的時候如果這個床單太硬的話 我自己就是至少肌膚有局部的部分 還是有這個絲的觸感 會就比較舒服這樣 好分享完嗅覺觸覺之後呢 最後一個要分享的就是聽覺的部分 我知道啦很多人不一定很在乎就是生活周遭的這些東西 可是他可能特別愛聽音樂 我覺得這也蠻值得提升的 那當然我這次也不是分享什麼很貴的印象 我分享的就只是三四千塊的音響 然後我覺得CD值算是蠻高的了 因為像是Bosey或者是像是什麼BMO那種 三四千塊他可能只能買到一個很小很迷你的這種 單顆手掌型的小音響 我也方便攜帶 所以他的低音頻或是高音的地方 就是不能處理得很漂亮 所以我後來就找到了這個品牌 他叫做Marley 那Marley這個品牌他主要是一個美鬼教父 叫做Bot Molly他創的 好像他創的還是他兒子創的我忘記了 那畢竟他也是音樂人出身嘛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對於這種專業人士是沒有辦法抵擋的 我就覺得恩專業人士出的專業的品牌應該就是不錯吧 然後我有稍微試聽了一下 其實我覺得他的音質呢 他是單聲道 就是他不是兩顆啦 他就一顆在裡面 但是呢我覺得他低音呢 也不會到有沙沙聲 然後高音放很大很大聲 也不會破掉 但是音質也算是非常OK的 所以如果你比如說很愛出去露營 很愛出去旅行 所以我就覺得蠻適合帶這種出去的 然後咧 再來就是說他這個品牌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他綠化過的品牌 就是他所有的包裝或者是他製作這個音響的部分呢 都是有綠化過步的 或者是回收的材質然後去製作的 所以他整個就是裡面我覺得也很好 然後再加上我很喜歡他的外型 他長得很好看很配我的房間 因為我的房間是暖色調的 所以我當初在找的時候 我就是不想要找那種太科技感的音響 我會覺得他會在我的房間裡面 視覺上面會很突兀 所以我當初看到這個我就很喜歡 我這邊還是會放一段音樂 放一段音樂讓你們試聽看看 那來現在就來試聽 好所以聽過之後呢應該心裡有個底啦 就是我自己真的是覺得 三四千塊有這個音質的話 蠻超值的 這個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最貴的東西 今天分享的東西都不貴吧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啦 提升生活品質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提升這五感 你哪一感你最在意你就去提升它 那一點一點的都慢慢的去提升 也不需要一次花很大的錢 你也可以讓你的生活是變得更加舒適 那這就是所謂的高生活品質了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 就大家不要 不需要特別去羨慕某一些人說 喔他好有錢 怎麼去跟人家那種有錢人家比他 天生就有錢 投胎投得好也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還是專注在 生活的部分還是專注在自己才是最好的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是這裡 希望你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呢記得點個like 讓我知道 那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呢 可以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老朋友去追蹤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